- 歡迎光臨 - 歡迎光臨 - 歡迎光臨 - 今天是相當時間 - 快來關心天氣 - 因為持續受到東北風影響 - 所以特別在陰風面 - 像是在北北基還有宜蘭一帶 - 其實這整天呢 - 溫度感受上來講 - 都是屬於舒適到偏涼的天氣狀況 - 高溫大致上來講 - 就落在28度左右 - 不過你開始往中南部走的話 - 天氣會越來越穩定 - 特別其實你到了陶芷茂地區 - 其實高溫就有機會回升到30度上下了 - 而中南部地區今天高溫 - 其實都有機會來到32到33度左右 - 但是你會發現早晚低溫 - 加上來講有機會落在23到24度之間 - 所以日夜溫差都有機會來到8到10度之多 - 還是要再次提醒您 - 早吃晚館的觀眾朋友 - 一定要記得適時的加件外套 - 而且真的要小心不要感冒了 - 而在東台灣來講 - 特別是在華東地區 - 今天溫度則落在23到30度上下 - 日夜溫差同樣也來到有7度之多 - 留意溫度上的變化 - 而在降雨來講 - 一開始我們就有提到 - 因為持續吹的還是東北風 - 所以其從今天清晨開始 - 在迎風面 - 就斷斷續續有出現一些局部短暫震雨的情形 - 而從整個雷達回波上也會發現 - 仍舊在迎風面 - 現在都還是有一些回波水器 - 持續的都在移入當中 - 而這樣的降雨狀況 - 當然也會一直持續到今天的下半天 - 而且整個降雨的強度還有範圍 - 不排除都有機會再擴大一些 - 所以現在現場只已經針對 - 在北北基還有宜蘭一帶 - 其實都已經發布了大雨特報了 - 我們要特別提醒您 - 特別是今天晚上 - 一直到明天這段時間 - 迎風面的水氣會再明顯增加 - 所以要提醒喔 - 包含像是在北北基還有在宜蘭 - 特別是在山區一帶到了明天 - 都要留意會有局部大雨 - 甚至有機會來到好雨的狀況 - 而在空氣品質來講 - 我們要特別提醒 - 因為吹東北風 - 位於下風處一帶 - 空氣品質狀況沒有這麼的好 - 另外受到今外污染物影響 - 其實現在外島的馬祖 - 已經來到了紅色警示 - 而金門地區 - 也來到了橘色警示的情形 - 本島目前看起來還可以 - 但是同樣到了下半天 - 污染物累積起來 - 包含雲嘉南高坪地區 - 都有機會來到紅海等級 - 而另外提醒的 - 就是外島的金門馬祖 - 同樣也都要留意 - 空氣品質很糟糕 - 顧名族群外出 - 都要記得戴上口罩 - 最後一起來關心 - 今天各地更詳細的溫度測 - 北台灣我們要特別提醒 - 局部地區到了今天下半天 - 都有機會出現一些 - 局部大雨發生的狀況 - 各地溫度當然要來自然 - 落在25到30度上下 - 北台灣天氣外出的 - 都要記得適時的加件薄外套了 - 而中台灣仍舊維持 - 多雲到勤的天氣狀況 - 各地溫度有機會來到 - 27到32度左右 - 不過中部地區到了下半天 - 污染物累積起來 - 還有機會來到空品橘色警示 - 南台灣雖然聽起來講 - 比較穩定一些 - 各地溫度28到32度 - 不過空氣品質比較糟糕 - 都有機會來到紅海等級 - 東台灣宜蘭降有機率40% - 溫度27到29度 - 花東地區今天溫度 - 則多落在27到30度上下 - 外島地區連江25到28度 - 金門26到31度 - 紅湖溫度26到30度 - 好最後聽小丁尼 - 再次提醒你 - 針對北部東部地區來講 - 要留意的是水氣比較偏多 - 外出都要記得帶散備用 - 而對中南部地區主要留意的是 - 日溫差比較明顯 - 而且空氣品質真的很糟糕 - 過敏足球外出一定要格外注意 - 以上就是今天的提取報